今天是十堂課 今天算最後一堂課 跟各位先講一下 那接下來 因為 這一班我本來的計畫就是 希望能夠帶引各位 能夠走進 閱讀小說的世界裡面去 那 接下來這一班我打算繼續開下去 那 如果 如果 那個 想要繼續參加的同學 我另外 會再開一個群組 讓新的同學加入 那這個部分 那個 新加入的同學我們另外成立一個群組 為什麼要這樣 我本來是想說 那個 因為 原有現在這個群組 我們的 那個檔案資料 都還是 共享在 這個群組裡面 那如果 那個 外面的人再加進來 因為他前面沒有上過 並不好 所以我打算 如果有的話 我再新開一個新的群組 避免干擾到現在 原有的 這些 那個 同學們的 權益 所以 這個部分 我講過 我會再維持半年 整個都會維持在裡面 你隨時要進來 再看 之前所上的 影片也好 檔案也好 應該都會留在裡面 我不會把它刪除 那一直到半年以後 也就是說今年6月 開始 我就會整個 把它 把它所有的檔案 全部轉到我的YouTube上面去 然後這裡面 我就整個 檔案 那個 會 把這個群組 刪除掉 所以 希望同學大概了解 你如果有什麼 其他的意見 好的意見 或方案 歡迎同學也告訴我 因為 我是覺得 這樣比較 單純 那如果要繼續的同學 我會 開另外一個 新的 系統 然後 像這樣 新的群組 那個 我在這邊 順便跟同學講 那個 我開這些視訊課的目的 我要很清楚的告訴 每位同學 開這個禮拜三跟禮拜四這兩班 坦白講 一開始 我的目的只是 想要嘗試看看 有多少同學能夠接受 所謂的 視訊課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本來 有計劃要限制人數 但是後來因為 有些同學在報名的時候 他兩邊都有報 結果我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結果 到最後 發現統計人數的時候 居然兩邊都有超過 這個部分 在這邊跟同學講一句 非常的抱歉 不好意思 是 造成大家的 不好的感覺 我絕對不是為了這個想要賺錢 我要很坦白跟各位講 如果我要賺錢 我絕對不會只收100塊 這個我是講 很實在的話 那我最主要的目的 開視訊課的 這一次嘗試以後 讓我感覺到 未來的趨勢 勢必 會 逐步的改變 將來絕對會以 視訊為主流 最近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看 天下雜誌 上一期的報導 已經 這個時代已經來臨了 未來因應 主流的 就是視訊課程 而不再是實體課程 這一種趨勢的改變 所有的 器具 道具的使用的方便性 慢慢增加以後 我將來也打算 還要添購一些 設備 這些東西都是希望 把 這些視訊上課的課程 能夠教得 更好 更自在 讓同學們在 學習的整個過程裡面 可以 更方便學習 而且 可以 學到更多 這個是 我的目標 更希望 我也想要 讓更多的同學能夠學 所以 未來 我所開的課 基本上除非是網絡 平台有限制 要不然 我基本上 有多少學生報名 我一定照上 這個部分 我希望同學能夠 體驗 我到這個年紀 還繼續教書的目的 只是想 儘快把自己 所會的東西 交給 想要學的學生 誰想學 我基本上我都不會排斥 不管 你在哪裡 我都希望 讓每個學生 大家 我們一起來研究 大家一起來進步 所有的 學習的整個過程 因為 我不是站在 我不是站在同學們學習的立場來看 所以你有什麼意見 我隨時歡迎 反正 我們的群組 我都不會關 最少在這半年裡面 我絕對不會去動它 那 將來 你有什麼意見 我都歡迎同學 希望給我一些意見 因為 不只是同學要進步 我也要進步 我要進步的比你們更快 更多才可以 要不然 我沒有東西可以給你們 這些東西 我都希望 讓同學了解 同學 在 這一T次的整個的學習過程裡面 你認為 哪些地方不夠好 哪些地方有缺點 比如說 自在書寫的過程裡面 同學在看 有些 比較年長的 同學們 你在看的過程裡面 可能會比較吃力 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我都希望同學能夠 給我 以便作為以後的 改善 而這些東西的 改善 我都希望 為將來鋪路 能夠做得更好 怎麼樣能夠提高更好的學習效果 這是我未來 要做的目標 那基本上 這兩班 我應該都不會聽 昨天 在上禮拜三的課程 很多同學都希望 他們要再 繼續學 那有些同學想要 兩邊 都嘗試看看 他也要再 加入禮拜四的 那個所謂的這個班級 那 基本上 這個部分 我會 讓他們加入 所以我先讓 在座所有同學都了解 那 我最慢 這個禮拜天 我就會把群組 設好 那有 想要加入的 同學 你就 用LINE 回我一下 我會邀請你加入 那就 費用等 上一段時間以後 到時候再會 都沒有關係 那不急 那這一班 我原則上 從下禮拜開始 就繼續上下去 想要參加的同學 不好意思 因為 目前有的這個班級裡面 不見得每個人都會繼續 所以 我很希望 就是說 如果 那個 你不想繼續參加的同學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你就繼續留在裡面 那個 使用的權利 在這裡面 你還是存在的 我會保留在 半年 6月 以前 你都可以繼續使用 6月以後 我才會把 那影片 做一個 那個 提播出去 分享給 更多的人 來看 這個部分 那前面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我都希望 能夠 分享越多人 讓大家能夠 都把它學好 最重要 至於怎麼樣學習 才是對的 沒有 我在嘗試 各位也在嘗試 我們都不斷的在 互動 你認為好的 我也希望你告訴我 我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你認為不好的 更要告訴我 讓我能夠有所改變 改變以後 我自己就會去思考 用什麼方法 能夠讓 各位學得更好 這是 我需要做到的 不管怎麼樣 我都希望同學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直接告訴我 我不會排除任何問題 這些問題 我都希望獲得解決 目的只有一個 希望 大家都一起進步 不是各位進步而已 我也需要進步 因為要不然 我會倒退 因為一直output 沒有imput的時候是不行的 坦白跟各位講 我每天 發在 讀日文的時間 絕對比各位多 我除了 睡覺之外 其他的時間 絕大多數 都是在跟日文做接觸 不是看書 看字句 看動漫 就是 邊講義 要不然 改考卷 改這些東西 改考卷 這些東西 都花掉 相對的很多時間 所以 我也很希望分享給大家 各位有什麼意見 下課之後 隨時歡迎各位 在 群組裡面留言 或 私底下 Mu我 Line我 都沒有關係 麻煩各位 幫忙一下 這個部分 那因為今天前面 講了一些 這些 相關的 其他聯絡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就上到 九點四十 這個部分 我往後 這個部分讓同學 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不應該 浪費同學們的時間 可以嗎 那個 上個禮拜的 所謂的 口語 對 文章體 這個 替換的過程裡面 我有 傳那些練習給同學 有同學有提到 是不是可以講解一下 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些練習 我可以 講解給同學聽 看看 同學 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 隨時罷問 在這邊 要講 練習之前 我希望 各位 先 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講的 那些內容 跟 關鍵的地方 你先把這些東西 你要看懂 所謂的 口語題 這樣的文章 或者是 聽到這樣的句子 你能夠馬上做一種判斷 跟轉換 你勢必要把這些基本的規則記住 我要 再讓同學 覆習一下 日文 我們在真正的學習的整個過程裡面 最主要 我們必須很清楚 了解到 日文 實際上有五種表達的形態 第一種 就叫做口語題 就上個禮拜 我們 最主要學習的部分 第二個 就是所謂的 長題 第三種 就是 叮嚀語題 所謂的叮嚀語 就是 Dismas 一般課本裡面的 第四個 就是 謙遜語 這一種 文題 第五種 就是 所謂的尊敬語 的 文題 所以 日文裡面 真正的概念 應該有分為這五大類 但是 往往我們 對於謙遜語跟尊敬語 都是併在一起來談 所以謙遜語跟尊敬語 基本上 他在 表達的過程裡面 就是所謂的職場用語 也就是 我們一般檢定考試裡面的 N2N1 的程度 也就是 這一種表達模式 幾乎 絕大多數 都是出現在職場裡面 所以 你要進入 日本的 工作職場 你沒有學會 尊敬語 謙遜語 是絕對不行的 所以 同學在 什麼樣的程度 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必須學會 哪些東西 這樣你才會有一個基準在 好 我們講的 定義 多半都是教科書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的同學 如果你是學初級日文的 四本課本 全部都 集中在定義語 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只有少部分的長題 在這裡面 長題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 烏斷 一結尾 搭結尾 這三種 所以 教科書 題 就是我們俗稱的 this mask形 長題就是 一結尾 形容詞 烏斷結尾 動詞 搭結尾 形容詞 形容動詞 的 題形 口語題如果 簡單來講的話 他就是 日常用語 這個 通常 就是前面所有各種的 怎麼樣 濃縮 講簡單一點 他就是所謂的濃縮體 把它簡化 為什麼要簡化 因為口語 越簡單越好 所以 各位如果有看 那個日劇 那一部 經濟之國 今天的經 這個 經濟之國 經濟之國 今 日本 國 就這樣 這部片子裡面 他一開始的時候 三個年輕人 在用手機對話的 那個段落 我希望同學 有時間 看一下 再忙 也要抽一點時間 看一下經濟之國 前面的口語 他們那個年輕人 在用手機對談的那種 省略的一個 狀況 同學需要去了解一下 什麼是 年輕人的表達模式 就是 那一種 口語題的 日常用語 而這些東西 都 都是我們在課本裡面 所學不到的 所以 當你不了解這個的時候 口語題 最常出現的 就是在日劇 動漫 最多 還有 小說裡面 一部分 這個概念 你就必須要清楚 我既然要解讀小說 我如果學不會口語題 很多東西 我就會看不懂 必然的 然後 在這裡面 另外一個 小說的形態 最多的 就是長題 小說長題裡面 會混含著 一部分的 所謂的口語題 坦白講 這裡面來講 最多最多的 就是動漫 動漫幾乎都是 全部都是 所謂的口語題的表達模式 那 長題裡面 以小說 報章雜誌 居多 這些概念 我希望同學了解一下 也就是告訴各位 你只要三種變化 會了以後 閱讀日文的 報章雜誌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你要完全 看懂動漫 日劇 以及小說 你勢必 要學會 上個禮拜 我們所講的 基本的口語題的 這些基本概念 然後 教科書裡面的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檢視 這五種形態的 內容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到 我們以往 初級日文所學的部分 只有五分之一 所以 因為你只學到五分之一 所以當你要走進 小說閱讀的世界裡面去的時候 憑藉的只有你在長題裡面 所學到的那些基本變化而已 如果你把變化的概念 鎖定在 一般初級日文的 課本裡面的 基本概念 來思考的時候 你永遠沒有辦法走進 小說的世界 坦白跟各位講 我所讀過的小說 90% 全部都是用長題來寫的 只有10%左右 才會用淨題來書寫 也就是Must題 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少的 像上個禮拜 我舉例給 上上個禮拜 舉例給同學聽的 那個 一串葡萄 那個就是 少數的用 漸體來書寫的 那個小說 所以 我希望各位了解這個基本概念以後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真正的口語體 最主要的基本概念 我們在 待會要練習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怎麼樣判斷哪些句子 我必須要把它 改換 要怎麼樣改換 其實就是 上次講的 口語 對文章題的 五個基本 原則 這五個基本原則 你必須要不斷的 利用 腦筋去思考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五個規則裡面的 部分 沒有我就跳過去 有 我就 按照那個 來改變 這樣你就很容易 進入 所謂的口語體的世界 我們講過口語體 第一個重點 是什麼 不助動詞 一 開頭的字 只要是一一開頭 全部都可以省略 這個基本概念記住就可以了 了解 第二個 所謂的 併因 的問題 兩個字 兩個因 並為一個因 像 DEVA 等於 這一種 這一種所謂的 合併因 的部分 這個是我講過 最複雜的部分 合併因的 地方 因為有很多地方是不規則的 因為它不規則 所以你勢必要花一點時間 不斷的去唸 讓你的嘴巴習慣 才有辦法 所以 所以 TEAUK 變成TOK 這個你如果不常念 DEVA 變成 J TEVA 變成 恰 這個你不常念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 馬上轉過來的 這個部分 請各位一定要特別留意 第3個 長音變短音 也就是 DALRO 變成DALRO LATIO 變成LATIO 這個 長音變短音 的問題 也是一個 好第4個 禁題 變長題 的部分 也是另外一個 禁題變長題 就是回到我們前面的這個 因應於轉為 長題的 這些基本概念 是 DEVA ARIMASEN 變成DEVA NINE 禁題 MASEN 變成NINE的基本概念 就是所謂的禁題變長題 第5個 就是 注詞的省略 我們講過 注詞的省略 只有 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主語 Waga 可以省略 第二個就是 受詞 O 可以省略 第三個就是 疑問詞 Ga 可以省略 疑問詞 最常見的就是 轉為 余為 上揚 這樣的基本概念 所以 我們整個學習的重點 你只要掌握住這兩個 這兩個 最關鍵的 要點 就足夠 應付 所有的判斷 所以 你千萬不要去死背 你死背沒有用的 最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你要看到這樣的字 我要練習判斷說 這樣的字 是不是從 這五個 要素裡面 轉換過來的 如果是 我當然就不會有問題 我就很容易 進入 他的 領域裡面去了 我在轉換的過程裡面 就不會出錯 這個就是 最重要 最重要 必須要 必須要轉換 的一個 判斷標準 而這判斷標準 其實只有五個 我整理出來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不知道 坦白講 我已經整理過很多本書 裡面所看到的東西 我都盡可能把它 納到裡面去了 但是 是不是 100% 我目前沒有辦法判斷 是不是100% 但是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除非它是 方言 要不然 基本上用這五種 基本規則來判斷 我在解讀 小說的過程裡面 幾乎 暢行無阻 沒有什麼 特別的障礙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的部分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再 回過頭來 看一下 我分享畫面 給各位 各位 各位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練習 這個部分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把 那個 上 上個禮拜講的內容 大概 簡單的 複習一下 同學看 五豬棟只是一開頭的 都可以省略 也就是 後面這個部分 所以 像 DEL 變DEL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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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 DEL 後面變化都不管 只要是 全部一一都可以省略 他變化出來字 都不用管 不管他變成否定或變成他 都一樣 都 一 全部可以省略 這是第一個原則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就是 清音對清音 左音對左音 這個是 所謂的病音轉音的變化 同學看 轉音的變化 然後 TEL 變TEL 這個比較難記 所以 其實這個就是變成 TEL 一樣 TEL 變成 TEL TEL 這個都不用背 你只要記住一個就可以了 像這個記 TEL 就可以了 這個記 TEL 就可以了 D的話 當然就 清音對清音 左音對左音就可以了 NAKER 變NAKER 這個大概要有印象才可以 再來 DEWA變YA KEWA變CHA 這都一樣 DEMO變TATTE DEMO就變成TATTE 這當然 再來 長音變短音 RESHO變RESHO DALO變DALO 再來 HONDO變HONDO 再來 KEREDMO KEREDO KEREDO 再來 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都是 轉換的 判斷基準 這個 一定要記 尤其是這個 DO YOU NO WAH 等於DO YOU 等於DO WAH 等於WAH 等於WAH 等於DATTE 這個是 所有的劇 劇裡面 最常見的一個 幾乎所有的小說解讀裡面 很難脫離 DO YOU 這個劇 這個劇 ZUIN DATTE 這個劇 經常看到 所以 這個部分 請各位 務必要特別特別小心 下面的例子 不用管他 大概做參考而已 好 靜體變長題 RESHO省略 以為上揚 RESHO省略 YANG DEWA RESHO省略 DEWA 變成YANG 和 并音的關係 RESHO省略 對不對 再來 KEREDO 變成KEREDO MASEN變NINE 靜體變長題 IANG MASEN變NINE 對不對 再來 IANG TEKUDASAI 省略了整個KUDASAI 這個 MONO 等於NO 等於N 這個也很常用 這個在我們初級日文的讀本裡面有出現過N 這一個 一群RESHO省 那一種句型 這個就是省略了NO等於MONO 的用法 這不一定是MONO 這代名詞的用法 要特別特別注意 後面 還有一個MASEN等於NINE等於N 所以N這個字 請各位 待會兒在練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它到底是NO 還是NINE 你說老師我這兩個我怎麼判斷 很簡單 NINE的前面如果是動詞變化的時候 它一定用什麼 5段動詞用第1變化加NINE 對不對 上下段用保留 第2變化跟第4變化 但是NO 一定是地底變化 動詞原型 這樣了解嗎 但名詞 前面不是用原型 就是用過去式 絕對不會其他的變化 所以 它跟NINE 前面那個字 是 絕對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 好 再看 助詞的省略 上次我們講過 只有WAGAOKA 可以省略 其他都不能省略 省略 這個就是基本的 好 練習 第1個 DAME 使得了嗎 明天內 好我問同學 現在 你看到的都是 口語 對不對 這邊 省略了什麼東西 第1個 我把它 縮小 Mark起來好了 來我貼到 那個 這邊 我希望讓同學練習看看 好轉換到這邊來 同學看 這個 請同學 對 踢進去 你覺得 這句話 是這句上次講過了 講過了是 好 對 再來 講到第幾句 第2第3句 第3句 好 接著 再回到前面的 我再抓第4 1 2 3 4 好 來同學看一下 那我希望同學自己 寫看看 你才會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好我教同學 現在你注意看 這邊你看 名字 一句句來 名字 有沒有 轉換的地方 老師 是第第3句還沒講 好 先講這句沒關係 那個待會再回來 講第3句 第4句這一句 不好意思 那個 名字 僕たちが やってるみたいに 再來 誰のものが 誰のものが あらわすだけじゃないんだ 好 我們一句句來 一段一段就好 不要一次一句 我要同學去感覺 名字 有沒有轉換 轉換成什麼 同學打出來沒關係 用講的也沒關係 你就開麥直接講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what 所以省略一點就是 Do you Do you OK 對不對 好同學看喔 名字 我 對不對 或者是 Do you 或者 Do you know what OK 好 這樣 對不對 來再來 來 我 たちが やってるみたいに 來怎麼轉 哪裡有轉換 連講都沒有梗 嗯 やっている 對不對 やっている 這個地方有轉換 其他還有沒有 みたい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みたい 有 好如果沒有就跳過去往後面 對不對 同時要這樣去判斷みたい我們在前面都沒有看到 類似這樣的轉換的規則嘛 對不對 沒有的它是みたい嘛 動詞 原型加上みたい 喔表示 看起來像什麼一樣嘛 所以這個沒有轉換的話 後面住詞你 這就不要管他 誰のものが あらわしだけじゃなんだ 好這個地方 有沒有轉換 一看就知道有 所以應該轉換成什麼 用打字或講的都沒有關係 我希望同學自己去練習 你要去練習判斷 好一個一個來 誰のものが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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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有加珠線 巴蕾 這邊當然要改不改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真的要改是不是可以改 誰のもの 怎麼改 如果要改的話 當然這邊也可以不改因為 對 もの もの ものが 放置 ではない 这边如果真的要改的话 只能改mono的后面 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 禁体变长体的概念 可不可以 那为什么也可以不改 因为这边长体禁体 我要不要都没有关系 真正关键是在最后面 这边我把它改成s 前面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改了 知道吗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改不改 都不是绝对的 两者都可以 你可以不改 没有关系 再来 Alawa Stake 有没有 这边 Alawa Stake 到这边为止 有没有需要改的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好 再来 Janaida 好 先看 Janaida ではありません 对 很好 ではありません 但是因为后面有un 所以你要保留什么 ではない 对不对 所以要因为它还要再加字 ではない 是不是 它要加什么词 这边的un代表什么 no 它是代表代名词 所以应该它是这样 有没有 给瓦奈加名词 我们很少看到 Mass加名词 事实上在日文的文法里面 Mass加名词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 Mass什么结尾 诗结尾 可以把它当成动词原型的概念来判断它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那样的表现 所以那个东西 大可不要管它 知道吗 我们用一般的 devaない 直接加名词会比较简单 devaないno da 或是 no this da 可以变成进体 所以这边就变成了什么 名字 我 本来就变成了什么 我 本来就变成空 我们 本来就变成空 这是我 Hino 我的 如果把它转换成我们一般课本里面的 我转变这个给各位看 名前とは僕たちがやってみたいに 誰にもの 誰のもの 誰のものが表すだけではないのです 誰のもの 誰のもの不是誰にもの 所以当你把它转换成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对我们 一直按照课本来学习的 学生来讲 就比较容易懂了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句子 跟前面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句子相比 真的 这边比较难懂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名前とは 就是所谓名字 就僕たちがやってみたいに 就像我们 人事者做看看的这种感觉一样 誰にも 誰のものが表すだけではないのです 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 只是用来表示 他指 是誰 誰的 東西 而已 他还有其他的用途 他在讲的意思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讲 所谓名字 不是 像我们自己日常经常在做 就是把我的杯子写上名字 我的书写上名字 让人家知道这是我的东西 这样而已 名字代表你的身份 代表你的很多价值 都在里面 所以 这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 如果你不是把它转换成 です mask形的时候 坦白讲 对我们来讲 比较不容易理解 所以同学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刚刚讲 誰のものですか 这边可以不用 因为 后面 我们讲过 日文的 常体 静体 我在最后一个字 来表现就可以了 中间 要不要用 其实 不重要 知道吗 因为日文的常体静体 全部在最后一个字 来判断的 所以 中间有没有 并不是绝对的重要 真正关键全部在最后面 你看 这边的句子 中间全部都是 中指形的表现方式 暂停 暂停 点点 就全部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地方 同学 有没有问题 了解 老师可以问一下吗 请说 这个 这个 为什么 你会加在这边 住词啊 一个词 一个住词 就这样 他变成对象 像我们一样 像我们所做的 一样 那样的感觉 还有 那个 day one night 为什么后面要加更肉 因为 你看 他原来是不是 嗯 有没有看到 没错啊 这我知道啊 那为什么会加 这个 表示这件事 表示这件事 这件事的代名词就对了 全面 他所寄出的这些代名词就对了 没错 这个就是 了解了解 我们所做的事 同学要记住哦 很好的问题哦 各位要记住 我举个例子 いきます 好 好 讲简单一点 一句 跟 一句 有什么不一样 去跟去的这件事 是 不好意思 对 可能要把那个不明的那个麦克风关掉 好 我关了 谢谢 诶 奇怪 好 同学这样 有没有了解 一句跟一句 一句是 一句是指动作 一句是指去这件事 所以 这个也是一样 day one night 你 就 否定的 只否定的 这个 只要一个no 代表这件事 所以 我们 比较不会用 用 有no 的这一种句型 台湾的学生比较不会用这个 我要讲这件事 去日本这件事 你用一句是我要去日本 你用一句 no 是 我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去日本这件事 这是不一样的 问的重点不一样 一个是 一句 你去吗 你去吗 去 这个的 动作 一句no 去 这件事 是不一样 了解 这个地方 请问如果这个no不要加的话 这个句子能不能成立 不一样 哪一 ではない des 不會这样用 ではありません 比较少用ではない Another 一般都是ではありません 可以 可以 當然可以 那意思不一樣對不對 對 一個是指示 一個是否定 了解 這樣了解 看你要跟對方表達的是 我要否定這件事還是 否定的那件事情 是事情還是否定 不一樣 就跟剛剛我舉動詞的例子是 同學會比較容易了解 否定不容易了解 因為不具體嘛 對不對 可以喔 好 其他東西還沒有問題 老師搭給什麼意思 搭給只有 只是等於是否定 有沒有 好 這個地方很好的問題 同學要注意 一般人會講 好 有人講 搭給等於意思就是等於是否定 翻成中文都是只有 但是這兩個不一樣 有一點點差別 這個是正面的 這個是帶有一點點負面的 100元だけです 100元しかないです 我只有100塊 這個是我只剩下100塊而已 沒有了 這有一點點就是說 我 沒錢 只剩下100塊 僅有的100塊 這個我還有100塊那一種概念 正面的思考 這個是帶有一點點負面情緒的 性感 這兩個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可以喔 搭給是名詞 所以前面用阿拉瓦斯 這樣了解喔 了解 那個阿拉瓦斯出現 如果同學不知道 大家可以代表什麼意思的話 以後你可以怎麼樣 阿拉瓦斯是動詞原型 你就可以判斷後面大家可以是名詞 名詞我不會直接查字典 因為他沒有變化 你馬上就會了 了解喔 好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第三句 剛剛漏掉喔 好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 網路上學習就是這樣一個好處喔 馬上可以讓同學們做直接練習 怎麼樣抓那個問題點 比較容易 好同學看這個 So you know 有沒有 有沒有 要轉換的 有沒有 這邊 同學 判斷 沒有 沒有 很好 同學要記得喔 所有的判斷就按照剛剛那五個 有沒有 這五個 你先判斷 這五個裡面有沒有補助動詞 沒有跳過 並音有沒有沒有跳過 長音有沒有沒有跳過 靜體長體有沒有沒有跳過 再來助詞有沒有沒有都沒有省略 所以就不用 好你說老師我怎麼判斷 我問同學 So後面加什麼詞 動詞 對 So後面一定要加動詞 所以他後面加動詞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對不對 動詞後面加no代表什麼 代名詞 對不對 所以也沒有問題 no等於嗯嘛 它沒有變成嗯嘛 所以一問啦 可以 當然就有有有變 但是他保留了沒有變 那 助詞有沒有省略 沒有 他沒有省略 我們講過 哇 那可以省略 但是他有沒有省略 沒有 所以這 前面第一段 完全不用動 這樣了解喔 好第二段 來這個 有沒有省略 對 有 有省略了什麼 對 好 墮的一個 對不對 很好 再來 好 僕たちのクラシも 這一段有沒有變 沒有 沒有 有沒有看到 no 前面是名詞 後面クラシ 也是名詞 名詞 no名詞 沒有問題 加助詞も 對不對 都沒有省 再來 かわっていくの かもしれんな 來 か かわっていく 對 かわっていく 這個有變 省略了1 no 再來 かもしれん かもしれません 對 かもしれません 來最後 な 有沒有 那 沒有吧 剛剛講過 那 那 長音變短音 那 對 所以就變成 那 這樣是好 好 我答給同學看 沒有 我希望同學 你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就這樣切切切切 你就會知道 你看 就變成 そういうのが 對不對 再來 淡淡 増えていく 好 と 再來 僕たち の 暮らし も 再來 來 かわる かわ かわ え 可以 かも 事れ ます な 來 同學看,這樣句子,這樣是不是簡單,容易讀很多了 所有的が淡淡増えていくと 僕たちの暮らしも変わっていくかもしれませんな 對不對,這感嘆於那變成短音 かもしれませんかもしれない うん等於ない再轉為ません 對不對,這是典型的 must 的否定 對不對,否定句 來,什麼意思 so you knowが 這應該怎麼翻比較好 那樣說的話 那樣說,那樣說的話 怎麼樣 淡淡增加 減減的增加 真正增加的 後面用to的時候 表示後面必然成立嘛 我們講過假定型有四種 to,ba,tara,na,la,對不對 基本最簡單的判斷方法 單一字的to跟ba 同學記住 to跟ba的後面的結果 一定會出現 就用to跟ba 不會一定出現的 就是tara跟nara 簡單的判斷法 第一個 這個先記住 所以用to表示後面 那個結果一定會出現 也就是說 如果那樣說的話 慢慢增加下去的話 就會怎麼樣 僕たちの暮らしも 交わっていくかもしれません 應該怎麼講 或許連我們的生活 也會改變下去吧 對,就是這樣 我們的生活也會跟著改變下去吧 那樣的意思 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解讀 是不是比前面這樣 口語容易懂很多 因為我們習慣的問題 等各位 讀習慣口語體以後 你對於這些句子 就不會有排斥感 當你的排斥感解決了 你就可以跟讀這樣的句子 一般的教科書的讀法 就沒有兩樣了 了解嗎 所有的判斷切入的方法 完全怎麼樣 取決於 完全取決於 你剛剛學到了這五個基本規則 你有沒有發現到 用這五個規則 一個一個去try 貼進去 就絕對可以把它整個句子架構出來 它不會跑掉的 如果以往 你用靠背的 你真的很難背出 這樣的完整的句子 最少你有一個依循的軌道可以走 而不是隨便亂拆 這句有沒有問題 老師請問一下 欸 請說 瘦一五六甲 我可以說 可以用成瘦一五六甲嗎 你要記住 挖強調後面的 那是強調前面這件事 你用挖在文法上完全沒錯 但是問題你強調的重點 變成在講 我們的生活會改變 而不是那件事 會導致我們生活改變 重點不一樣 我們講過 挖一定強調前面的主題 挖一定強調後面的內容 這句話他要強調的是 那樣說的那件事 那件事 而不是強調後面的生活改變 那樣的事才會改變 老師他是咖還是嘎 嘎 是嘎 俗語的嘎 不是嘎 那我說我弄錯了 謝謝 不會 如果嘎的話我就知道了 對 這個基本的判斷 為什麼 我一直跟同學講 助詞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不要把它分得太細 所謂的太細 你看 挖跟嘎 你如果看一般外面的參考書 他講解一大堆 你還是會弄不懂 我比較希望同學 能夠單純化 越單純越好 你只要記住一個大原則 挖強調後面的內容 陳述的內容 挖強調前面的主題 就跟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私は先生です 私が先生です 一個強調的是 我的身份是老師 一個強調是 我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種句子比較長 所以我們往往抓不到它的重點 但是如果用私が私は先生です 你馬上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為什麼我一定要挖が 強調的重點不一樣 我用的場合就自然不一樣 知道嗎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個 經常也有學生問這樣 家に誰がいますか 這兩句唯一的差別 就剛剛同學提出來的問題 が跟か 還有一個是 誰かがい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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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注意看 前面這兩句 比較好分辨 が 表示確定 が 表示不確定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 這個 誰在房間 表示確定房間裡面有人 第一句是確定 我確定房間有人 但是不知道是誰 了解喔 第二句 他表示不確定 我只聽到房間有聲音 我問你說 房間有誰在嗎 是不是一定人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是 老鼠 有可能東西倒下來 誰かいますか 因為我聽到聲音 部屋裡誰がいますか 我問你這樣 好 如果我問你說 部屋裡誰がいますか 我確定房間裡面有人 因為開著燈 有人 在那邊 好像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有看到人影 所以我確定有人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那個時候用 誰が 強調的是誰 這個是不確定 有沒有人 好 這個第三句 誰か 也是一樣 這一句 比較接近哪一句 這一句 第一句 對 這一句比較接近第一句 就是 我不確定是誰 所以 各位看 誰かがいますか 其實跟誰がいますか 概念是一樣的 我知道有人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他是肯定的 這樣子 所以 這個部分 你要用第一句 或第三句 你確定有人 要用哪一個 都沒有關係 但是第二句 是完全不一樣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 但是 裡面有發出聲音 就這麼簡單 這三種句型 我們 都在小說裡面 經常會看到 所以 一定要分清楚 剛剛同學 講得很好 腳跟腳 就很容易 掌握住 那個 主題的 關鍵所在 這個部分 了解就OK 了 可以嗎 這樣了解 還沒有其他問題 這個 這一句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下一句 沒有 這種練習 我比較希望同學 花一點時間 沒有關係 因為 這個絕對值得 因為 我們很少有 練習 這樣 逐字 逐句 去揣摩的機會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好 同學看這一句 第五句 まあ そうなんですけど さ いつも俺たちが びくびく 怯えてる ことがあるんだ 好 第一個 まあ 有沒有 轉換的地方 沒有 沒有 好 so nan keto sa keto keto mo 嗯 so nan 那這個nan呢 nan 有沒有 那沒有 那沒有 no 有 同學要判斷喔 這個地方 到底這個nan 是 何 那個nan 還是 so 加 na no no so nan no so nan no 對不對 同學要練習判斷嘛 所以 這個地方 有兩種可能嘛 這個是 如果 是nan 對不對 so nan keto 跟so nan keto sa 沒有影響 余為的發語詞而已 這不用管他 好 這個先不要管他 同學 想看看 待會兒再說 好 再來 いつも俺たちがびくびく 好 いつも俺たちがびくびく 有沒有 變的地方 沒有 沒有 這邊沒有 いつも 副詞 沒有 俺たち 主語 が 沒有 對不對 沒有省略 你說老師我這邊把它改成那個 私たち 也可以啊 那當然沒有差 俺 只是 男生的講法而已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受影響嘛 好 みくみく 副詞 也沒有影響 副詞 會不會轉換 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副詞不可能 好 好 おびえてること があるんだ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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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びえている 再來 あるんだ 有沒有 あるのです 對 あるのです 很好 就這樣 所以你看 てる 變成てる 對不對 ことがある ある う等於 のです ことです 一緒 一緒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好 現在 這個就是我跟同學講 為什麽待會再看的原因 就在這邊 我們先把後面的解決掉 你再來看前面 應該怎麽樣 佔好 應該NUN比較好 還是NANO比較好 我先把後面的打出來給同學看 有時候我們在解讀句子的時候 很難馬上判斷 的時候 你先把後面的整個弄出來 先了解後面的 例子的意思 再來推敲前面的 好 いつもおれだちがびくびく おびえ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のです 什麽意思 是 這個那麽簡單 怎麽會 想那麽久 這不是很難的句子 我們也有害怕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 經常 一直某 經常 經常 經常我們 都會有什麽 很害怕的事情 害怕的發抖的事情 對 所以這邊有NOS在講這件事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我們都 都會有 害怕 嚇到 皮皮剉的那種感覺的 事情 對不對 好 再來 ソナノケトサ 應該 ソナノケトサ 對啦 ソナノケトサ 雖然是那樣的事情 可是 我們還是怎麽樣 經常都會有 怕的事情出現 對不對 雖然 你跟我講說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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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經常還是會有 面對 怕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 皮皮剎 看到怕的事情 還是會皮皮剎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 變成什麽 所以 ソナノケトサ ソナノケトサ 對不對 這樣 所以你看 雖然 雖然是你說的那樣 可是 可是 怎麼樣 我們經常還是會有 出現那一種 嚇到 顫抖 發抖 的事情 出現 是不是 所以 這樣的感覺 你就比較容易 掌握住 那個 所有 前後距 銜接的 那一種 問題點 所在 不要 憑感覺 當你有遲疑 沒有辦法 百分之一百 確定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 就是 先看後面 看完以後 再來 推敲前面的 哪一個 比較適合 這樣了解 有沒有問題 老師 請問一下 那個薩 在這邊 的 目的是要做什麽 余為的 感嘆的 那一種感覺 那一種 沒錯啦 你說的那樣 沒錯啦 那一種感覺 他沒有意思的 是那個 語氣 語氣的感覺 有 了解 好 其他沒有問題 好 沒有再看 下一句 這個也是 很多 這個 變更多 很精彩 來 這一個 試看看 來 看這句 好 先到這邊 有沒有變 有 變哪裡 那一種 不 好 很好 很好 剛剛我們講過 雖然我們沒有教 他 他 但是我們都知道 他的口語就是 他 對不對 不是 所以這個地方很簡單 就是變成 按哪裏 那裏 那裏 好 檢查しといて 好 怎麼改 檢查しておく 檢查しておく てお 變成 と 對不對 ておいて 對 ておいて おく 好 這個就是 檢查しておいて 對不對 ておいて 你看 檢查しておく 對不對 變成 しておいて 這樣同學看得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 本來是 檢查之後 擺著 ておく 有沒有 哦 所以 てお 變成と 所以變成 と しておいて 變成 てお と 所以 這個就再變成什麼 して といて 對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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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して 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 しておいて 再轉為 本來是轉為 變成這個我拿錯了 奇怪 怎麼會有加兩點的感覺 這個知道齁 沒問題齁 好 再來 有沒有轉換 沒有 如果它寫成 やはり 有沒有 やはり やっぱり やはり やっぱり 這個都是一樣的 知道齁 再來 わからんでのは 好 這一個 わからないのは 很好 這個就變成 わからない 這邊的ん 就 變成了ない で 就是 どう やのわ 有沒有 好 再來最後 あまり あまり あゆうな 有沒有 です あまり です あまり です よな よな あまりです よな 很好 同學看 あまりです にかの あんなに あ こち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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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検査 し て おいて て やっぱり やっぱり わからない わからない というのは わからない というのは あんまり ですよ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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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んなにあちらこちら検査しておいて やっぱりわからない というのは あんまり ですよな 好一句句 來 那樣的 怎麼樣 這裡 那裡 檢查 對 這裡 那裡 檢查 放著 就是檢查 過了 怎麼樣 やっぱり 怎麼樣 わからない というのは あんまり ですよな 還是 不是 還是一虎手握 對 還是一虎手握 然後怎麼樣 あんまりですよな 這邊省略了 あんまり 是什麼意思 不 不太 不太 不確定 不行不行 あんまり 你們都犯錯了 あんまり 加否定的時候 才是不太怎麼樣 怎麼樣 他這邊肯定的 他沒有否定 對 都 同時要記住 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個字 あんまり あんまり 他可以加 否定 可以加肯定 但是 我們通常都被 一般教科書 或者是 外面的教材 騙了 所謂的騙了 他經常告訴我們 都要用否定 對不對 沒有錯 他用否定的機會 比較多 但是 他也可以用肯定 所以一定要記住 當他是肯定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我們幾乎 絕大多數的同學 都不記得 我們都只記住 他家否定 就是不太怎麼樣 我問同學 我們把否定拿掉 應該翻成什麼 畢竟 不對 再想看看 阿媽里奈 我們都知道 知道不太 對不對 嗯 把布拿掉 變成什麼 太 太 對 太是什麼意思 太過了 對 很多 非常多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嗯 他本來就太的意思 知道嗎 嗯 太的意思就非常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太過了 對 你那樣的這邊那邊檢查 你既然跟我講 不知道原因所在 那你這樣不是在開我玩笑嗎 你不覺得你很過分嗎 那樣得意識 嗯 所以同學要知道這個用法 很有很有意思的 阿媽里 你做太過分了 我就可以這樣表達 知道嗎 口語就可以這樣講 阿媽里 你太過 你不覺得你很過分嗎 知道嗎 阿媽里很好用的 知道嗎 超好用的劇情 知道 這個劇情 很有意思的 阿媽里ですね 你做太多了吧 過頭了吧 那樣的意思 所以你看 做太多是不是太的意思 是啊 就太的意思 所以剛剛同學回答得很好 我跟你講 不太 你就知道太 很好 我就是你要 我希望你就是這樣 因為 9 就是不 沒有9 就是很 太 怎麼樣 所以同學記住 阿媽里 就是很 非常怎麼樣的意思 太過度了 很過度 很過分的意思 你叫我檢查 東檢查西檢查 然後你還跟我講 不知道病因所在 那不是開我玩笑嗎 那樣的味道 老師 那這個可以用過分來 可以 絕對可以 翻譯看你怎麼樣對應 比如說你去醫院做檢查 花了幾萬塊 他跟你講說 還是查不出原因 你不會生氣嗎 會嘛 當然你就會跟這樣 阿媽里ですね 太過分了吧 可以 這樣翻是最好的 知道嗎 了解 很好 所以翻譯不會只有一種 我一直跟同學強調 翻譯絕對要看前後句 在這種場合 我用什麼樣的中文 來表達比較好 重要 可以嗎 好 還有沒有問題 你可以 幫我翻一下 你看那個 亞巴里那句到挪瓦嗎 一個字一個字 我了解一下 好 那個 同學像剛剛那個 同學問的一樣喔 你有任何聽不懂 我在解釋的過程裡面聽不懂 你就講沒有關係喔 我可以再解釋 因為每個同學的程度不一樣 你的理解也不見得 那個全部都可以100% 所以我為什麼要慢慢教同學一句一句拆解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樣的 那樣的 對不對 好 這邊 那邊 這邊 這邊 剛剛我們講過 是不是 做好了 擺著 的意思 是棒 對不對 好 好 那樣的 這裡 那裡 這裡 檢查 好 擺著 然後你跟我講 亞巴里 終究 忘記 終究 結果 還是不知道 忘記 不知道 所謂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 沒有 太過度 了吧 太過度 了吧 有肯定的 哪敢 看 就這樣 會議 這樣可以懂嗎 我剛 把那個分 沒有 沒有把 揮出來 是 因為我直接打 那個 分 你會誤以為是 分開的意思 是不是 對 誤會成其他意思 對 這個沒有關係 單字的錯 不是重點 這樣了解 老師 我請問一下 那個 Do you know what 是指的 從那個 從那個 還是說 從那個 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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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這邊 Do you know what 因為講的是這件事嗎 No這件事嗎 有沒有 No這件事 但是他都 在那邊有個句點了啊 你要記住喔 這邊沒有句點啊 都是 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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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號全部是中間 你要記 你要記得 我知道你的講法 Do you 所講的是 這件事 沒有錯 但是 如果沒有 No 就沒有講到 前面 了解了解 是不是 剛剛你的問題 都是卡在這邊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No 就代表 你所謂不知道 這件事 前面這個檢查 這件事 那你不覺得這樣太過分了嗎 要不然怎麼會過分 說不知道不會過分 不會過分 會過分的事情是因為 你叫我檢查這邊檢查那邊 我才生氣 是這樣 老師懂了 了解 嗯 好 其他東西還沒有問題 沒有 先生 對 動手 先生 你不懂那個 安娜尼 安娜尼 它算是一個詞 這個是名詞 然後尼住詞 安娜尼也是名詞 是這樣接的嗎 是 沒錯 沒錯 如果安娜尼 我們以前學過 如果沒有加住詞的話 要加名詞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一般我們是安娜尼 安娜尼 粉娜尼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它是 名詞加住詞加名詞 名詞並列 用鈍號可以 我不用抖也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喔 先生那 呃 kona跟kono yōna 差別是什麼 喔 好 這個我簡單講一下喔 來 同學注意看喔 kona kono yōna 對不起 我先把這個關掉 因為有雜音 來同學注意看喔 kona kona 我們講過 後面直接加名詞 kono kono 我們學過 k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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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 こんな食べ物 这样的食物 表样态 这个是形状的 このような意识 在中文的概念里面 大同小异 了解吗 只是结构不太一样 这个样子的什么东西 このような人 基本上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的人 这个样子的人 是不是一样 只是他多用了一个字 又拿这样的结构 而已 意思坦白讲 是可以对等的 完全取决于你要用 cona 还是cona加 又名词 再加 那又打的句型 就这样 了解了吗 谢谢 很好 我发现同学在提问的过程里面 任何一个简单的 我都希望尽力让同学去了解 我在表达的过程里面 万一我把cona放掉了 我一样可以用 この加 ような人 只是因为这个牵着道的变化比较大 所以我宁可同学直接记这个 会比较容易记 了解 所以为什么那六个基本注 那个指示代名词 我希望同学记起来 简单步行一下 同学看 这六个 所有的指示代名词 cosoado 刚刚各位有看到 一直出现 这个东西你没有弄懂 绝对不行 各位注意看 cosoado 你只要这样记就好 これ それ あれ どれ 同学注意看 只要是 れ结尾的 れ结尾的 全部 后面直接加注词 これはそれは あれはどれは 加注词 这个限用余物 只能用在东西 第一个 记住 好 第二个 一样 cosoado 好 ここ そこ asoko doko 好 一样 你只要记住 ko 结尾的字 一样 后面全部加注词 就是这个限用余地 只有这两个有限用 各位要记得 一个 れ 限用余物 co 限用余地 你说老师我这个中文里面讲 これは 本来是 这是书 没有问题 你说 これは先生 中文讲 这是老师 也没有问题 但是日文有问题 日文的これ 不能用来指人 你也不能讲说 这是教室 中文可以 日文不行 你也不能讲 これは 确实です 绝对不行 他只能用 ここは 确实です 这就是日文 这个要 特别小心 中文 れ 全部都可以用 但是 日文 不行 日文 限用余物 请同学记住 co 限用余地 这两个 好 再来 没有限制的 跟这个对称 no 第三个 是 kosado no kono sono ano no ko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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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翻譯的時候 完全以名詞為計算單位 このペン 這支筆 このマウス 這個滑鼠 この椅子 這張椅子 這樣 好 一樣 コソアド 第四個 跟このそのあの對稱的 コソアド コナ ソナ アナ ドナ 好 這樣的句子結構 ウナウナ的 表示樣態 就剛剛講的 表樣態 它的樣子 所以它在翻譯的時候 就是 這樣 那樣 那樣 哪樣 這個也是一樣 後面一定要先加名詞 才可以加注詞 既然是先加名詞 當然就可以表示人地物 通通可以 任何名詞都可以 可以喔 第五個 剛剛講的 コソアド 剛剛有出現 コチラ ソチラ アジラ コチラ コチラ 有沒有看到 七ラ的字 口語 就變成コチラ ソチラ コチ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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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です 這個表方向也沒有限制 要注意這個是沒有限制的 加名詞這個也沒有限制 所以我可以講 こちらは林さんです 這邊這位是林先生 あちらはトイレです 可以 そちらはペンですか 那邊那個是鼻嗎 所以全部都是一樣 怎麼樣運用 表方向沒有限制 各位只要記住這兩個有限制的就好了 好 最後一個第六個 就是剛剛也有出現的 一樣 アド コソアド 有沒有看到 這個 都是ウ 長音 的表現 全部是長音 我們在五十音的時候講過 歐斷音加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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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變長音 所以變 酷 酷 對 但是因為是阿的關係 阿這個字 不可能加烏 變長音 所以他只能用阿 代表長音 了解 所以這個全部都怎麼樣 直接加動詞 只有這個例外 所以剛剛前面有沒有 call you are you 對不對 他加動詞之外 要不就直接加les doresca 嗨 soles 有沒有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 表示長音 這個 長音的表現方式 表示什麼 方法 這個翻譯最難 這個翻譯要小心 co soado 這樣 那樣 那樣 如何 這個字要翻成如何 這個字要翻 如何 不能翻成哪樣 要注意 只有這個字 要特別注意 其他沒有問題 這是 像這個 這樣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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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樣 那樣 如何 這個是 樣態 這個是 方法 請你跟我這樣做 call やってください are you 那樣 那樣 說的話 這樣子 這是 方法 這個 樣 太 翻證中文 都是這樣 那樣 很容易誤導 要特別小心 可以嗎 因為剛剛出現太多 只是代名詞 cosoado 所以 我再 重新 跟同學 跑一遍 花個五分鐘 你就可以 全部把它 複習一遍 記住幾個重點 may co 有限制 剩下的 通通沒有限制 這兩個加助詞 這兩個加名詞 這個加動詞 這個加助詞 加動詞 一個 加名詞 兩個 加助詞 三個 兩個有限用的 弄清楚 就 永遠不會錯 了解囉 可以嗎 剛剛 我不曉得有沒有聽說 你說那個 這位是先生 是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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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中間 介紹人的時候 你可以 比右邊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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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介紹朋友 互相認識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講 こちら 是 田中 是 這 是 就是這樣 了解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不是很難 但是有限制 沒限制 弄清楚就好 然後 他的位置關係 同學要記住 我 可說 不應該背 可說 不應該背 可說 所代表的 只是 兩個 說話者 相互之間的位置關係 這樣了解喔 什麼叫位置關係 話圖來講最簡單 A跟B 再講話 東西在A的領域範圍 在我手中 我用call 你們就要用說 了解喔 第二個 A跟B 再講話 相對的 東西在B的手中 B要講call 我就要講說 比如說我打電話給各位 こちら 我講こちら 我現在講我這邊 我講 こちら Ameris 對不對 那我問你說 そちら 你那邊呢 這個時候你要回答 變成 你講你那邊的天氣 你就要講 こちらもAmeris 我這邊 也下雨 そちら 都同じです 和你那邊是一樣的 這樣了解嗎 我講你那邊 我是講call 我講我這邊是call 你那邊是說 現在換你回我 你那邊變成call 講你自己那邊 你就是call 我這邊就是說 可以嗎 好 第三種 可能 A跟B 在講話 東西在共同領域 我講call 你也講call 什麼場合會這樣 我們去百貨公司 或是要裝電 買東西 A跟B 就問 これは幾らですか 他就多半就直接講 百貨公司 千貨公司 如果他要按照 課本的講法 一定也是講什麼 これは 百貨公司 這個就是 兩個人 共同領域 全部都用call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喔 好 再來 A跟B 再講話 東西不在A那邊 也不在B 這個時候 A用R B也用R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 同樣的 A跟B 站在一起講話 東西還是在外面 這個時候還是R對R 各位要記住 call對收 收對call call對call R對R R一定只能對R R不會對call 也不會對收的 這個基本上 對應關期 全部只有這五種 你把這幾個 位置概念 弄清楚 就不會錯了 什麼時候 該講call 什麼時候 該講說 什麼時候 該講R 你自然 會有概念 這樣 了解了嗎 有沒有問題 這個 基本的觀念 很重要 很簡單 但是台灣的學生 經常弄錯 尤其在翻譯的時候 拜託同學 一定要分清楚 他講 什麼 你在翻譯的時候 就只能翻什麼 那樣的 那樣的 了解嗎 那樣的 這邊 那邊 這邊 檢查來檢查去 卻跟我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了解 原因所在 那不是 太過分了嗎 就這樣翻譯 所以 那 你就要翻成那 好 剛剛同學有問 火雷四火 可以用在事情 什麼樣的場合 可以用在事情 不太可能 可以指事情 可以 比如說你寫好的報告 這個 這個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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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講 你寫的這個 你做的這件事 可以 但是 那一定是 有東西 提出來做報告的 這樣知道嗎 比如說你寫的報告 我覺得 你亂寫 你在寫什麼 這個 這個 亂七八糟 不行 重寫 やり直して 這樣子 可以用來指事情 可以 但是 那一定是 有paper 不會抽象的 不可能抽象 各位要記得 雷既然指霧 他必然 必然是怎樣 有具體的東西 用這樣來判斷 就簡單 很多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好 請說 阿最後兩個 不太懂意思 你先講一次 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這兩個 也就是說 比如 我跟你 沒有在同一個地方 我 現在 在跟你講日本 今天 我 今年 要去日本 那邊 今年 可能嗎 今天 我不會講 蘇吉拉 蘇吉拉 就你那邊 這樣知道嗎 我了解 那如果我們兩個 站在一起 我們兩個 站在一起 我指的 那個 教室的門 我跟你講 Alewa Nandeska 那是什麼 阿 嘛 你一定跟我講 Alewa Dores 因為不在你那邊 也不在我這邊 對不對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概念就是這樣 你記住 Cosado 代表的只有一個概念 就是 說話著兩個人的位置關係 就這樣而已 了解 比如說我再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你幫你主婦抓背 抓 我問你 你先問你主婦 是這裡養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問你嘛 你模仿抓背 你抓你主婦的背 你會跟你主婦講 是這裡養嗎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那我問你 明明 你抓的地方是你主婦的背 對不對 對 為什麼你用這 因為跟他有 沒有 因為你直接接觸嘛 在你的控制範圍嘛 嗯 對不對 所以你主婦一定跟你講什麼 啊 不不不 不是那邊 他一定是講那 對不對 對 下面一點 下面一點 那你才會繼續講 是這裡嗎 下面這邊嗎 對不對 你還是講這 對不對 嗯 所以你主婦一定講 哦 對對 就是那邊多抓幾下 那邊那邊 對 他為什麼講那 因為不是他控制的 這樣概念是不是很簡單 哦 哦 了解了 了解了 所以不要去死被 摳對收 收對摳 沒有這回事的啦 你一定要看誰掌握 屬於我A掌握 我當然用摳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掌握 儘管在你身上還是用收嘛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哦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判斷 哦 不是去死被嗎 可以哦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很好 哦 其他東西有沒有問題 這概念比較重要哦 哦 記住 兩個說話對話者的位置關心 我打電話給你 我一定講你那邊是 そちらはお元気ですか 你那邊好嗎 對不對 こちらは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よ 哦 這樣了解哦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回過來看下面的練習 還有兩句哦 再把它練一練 來 再看這一個 這一個比較短 沒有短 短就簡單 簡單很多了哦 來 看這一個 さてはお前 俺たち信用してないな 好 來 各位看 さては 有沒有省略 這個沒有學過哦 さては 就發育詞而已 這個都沒有省略哦 這 不用管他 來 再來 オマイ 有沒有省略 省略助詞 助詞 欸 哪一個助詞 我 欸 很好 オマイ我 好再來 俺たち信用してないな 俺たち 來 哪裡 炒飯了 俺たちが 俺たちが信用 信用して 對 他的意思應該是什麼 さて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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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さて 發語詞 わ強調而已 欸 這個 那樣的感覺 欸 你 對我們不信任 對不對 他整個意思就這樣嘛 對我們不信任 好 你對我不信任 應該怎麼講 我們平常講的時候應該怎麼樣 所以 俺たち 跟信用 省略了什麼 欸 這那麼簡單 直接對象 怎麼講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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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間接對象 你不信任我是直接對我啊 對不對 嗯 おまえは 俺たちを 再來 信用 什麼 後面 整夜了什麼 怎麼跑掉了 整夜了什麼 欸 怎麼 共鳴 關掉 不好意思 這邊 省略了什麼 欸 怎麼突然間 每個人都卡住這 那麼簡單 していない 對 していない 很好 好 していない な 又省略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應該正常的是怎樣 さては おまえ 我 俺たち 我 俺たち お 聽よ していない な 不是嗎 對不對 如果我要強調 你的話 我當然用嘎 我要強調的是 你對我們不信任 不信任這件事 我當然用嘎 這樣了解 我就是強調你 只有你不信任 人家其他人都信任我們 我當然用嘎 可以喔 如果用嘎 就是講 不信任這件事 不信任誰 我們 我們 喔 直接對象 信用して ない いない 為什麼這邊 是省略了いない 因為一直以來 你都不信任 持續的嘛 這樣了解嗎 喔 再加 那 感嘆詞嘛 那 這樣的感覺 那個同學要注意喔 為什麼 上次我跟你們講過 如果是 動詞 就是 原型 加拿 單一音的話 這樣代表 強烈的禁止 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不能拉長 喔 像什麼 很危險 不要摸 會觸電 看什麼 看什麼 不能看 不要看 看什麼 這樣子喔 所以 這種感覺 要特別注意喔 但是 因為這邊是普電型 所以 他用拉 絕對不會是 禁止 這樣子喔 一定是動詞 原型 這個動詞 加拿 才可以代表禁止 這個部分 希望同學 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這樣就知道 你真的 對我們完全不認識 不相信 那麼久以來 我們好朋友都認識那麼久了 你還這樣 那樣的感覺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 再看 下一句 來 這個也不是很難喔 很多練習喔 像這種練習 我們機會比較少喔 好 同學看 本当 子供みたい なん だから 絶対 私 に やらない って 好 一句 來 本当 選擇了什麼 本当 え 本当 再来 子供みたい なん だから 選擇了什麼 の 子供みたい なの だから 好像 小孩子 那樣 子供みたい 絶対 怎麼樣 私に やらない だって やらない だって 怎麼樣 轉變 ないのです ないのです のです やらないの のです です で 那為什麼後面加一個で で で 說 是不是 どういう 聽說 だって 前面我們學過 だって 代表什麼 だ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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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にだって だって 對吧 だ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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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о で うあ どう、「ahan。」 沒有結束的樣子 是變成什麼 タッテ等於什麼 デモ ノデモ 私にやらないデモ 這個就變成 各位看 紅豆 量過嗎 是 對不對 鯨魚嗎 紅豆です 鯨魚 我不會 但 不免 無關 絶対 我不會 無辜 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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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も 後面沒有講完嘛 後面還有話在講嘛 表示沒有結束嘛 對不對 好 這樣 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請同學小心 翻譯的時候要小心 本当です 子供みたいなのだから 紅豆怎麼翻譯 就是這樣 沒錯 就是這樣 真的 就是這樣 子供みたいなのだから 什麼意思 我就像小孩子一樣 真的 就像小孩子一樣 不是我 真的 就像小孩子一樣 你就像小孩子一樣 然後怎麼樣 絶対 我就像小孩子一樣 我也絕對不會去做 我就像小孩子一樣 我也絕對不會去做 我的話 我絕對不會做 對我而言 我就是你嘛 對不對 你是對象 對我而言 我絕對不會做那種糗事 我絕對不幹這種事情 やらないのでも 其實我也不會做的 這樣的感覺 本当です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邊的整個句子結構 同學在整個轉換的過程裡面 你真的只要掌握住 剛剛我們講過的這五種 補助動詞一開頭的部分 病音和病音的問題 不規則的部分 這邊出現了 到底 有沒有 再來 長音短音的轉換 近題 長題 本当 本当 有沒有 變成本当です 同學 要記住喔 這篇句子 我全部是從小說裡面 挑選出來的 不是我自己寫的 一般的個本裡面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去找 而且很多不是現代文的 幾乎都沒有這種序構 所以比較花一點時間 才能夠把它找出來 綜合的那種用法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全部的句子 整個給同學讀 這個部分比較不好意思一點 但是我只要同學學會 這五種基本的判斷能力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只要你把這樣轉換出來以後 你在解讀的過程裡面 障礙就減低了很多很多 這個比較重要的是在這邊 所以我希望同學 當你讀過這個 我再拿一個例子給同學看 老師 請說 不好意思 您剛剛說那個demo 表示這個句子還沒有完 是 他不會用demo結束的 絕對不會 因為還有句子 只是 他沒有講出來 只是老師沒有提出出來而已 對 對 好吃 一樣 沒有講出來 一樣的概念 後面我沒講 了解 老師請問一下 都是放在句子的最後嗎 沒錯 因為標準的句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它變成 文章題的嘛 文章題最後結束 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講過 八大句型 不是名詞結束 形容詞結束 形容動詞 就是動詞結束 不會有助詞結束的 不會這樣結束 知道喔 所以基本的架構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 我在開始 上這個課的時候 一定要把前面那些東西 再給同學全部 複習一次 跑一遍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 同學會忽略掉 絕對會忽略掉 所以不得不花那個時間 去把它做一個重整跟複習 你看 明明這個 這個東西 我絕對相信 在座各位 全部在初級日文裡面 全部學過了 但是 我也很 直接的跟各位講 絕大多數的東西 都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對不對 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掌握 所謂的 它相互之間的 位置關係的概念 所以 往往 看到什麼字 就憑感覺 就直接這樣把它翻譯出來 那樣是危險的 所以我希望同學 現在 你們已經不是 初級日文 那樣的程度而已 你們已經 開始要走進 小說閱讀的世界 你就必須要慢慢學會 用自己的感覺 去抓到整體的句子的那種 很重要 同學看剛剛那個例子 我再舉這個例子給你看 看這樣的文章 這是標準型的句子 同學先看第一句 這句子很漂亮 我希望同學讀看看 好 念給各位聽 konse Going 還有 後裔 臣子 我 附近 delegate 動詞貼型修飾後面的動詞 動詞第二變化加動詞 變成複合動詞 這是動詞貼型加動詞的具構 這邊的修飾只有這兩個 加上広位 修飾後面的天 名詞就這樣 沒有了 這句子對各位來講算是簡單的 算是簡單的 所以同學注意看 學從後面一直下下來 這樣翻譯是不漂亮的 這個翻譯就要直接變成什麼就可以了 學一直的下 或學持續的下 一個接一個 一直下個不停 然後怎麼樣 地上的任何東西 也怎麼樣 或許 como 對不對 這個 o 被怎麼樣 所以對象 所以我才跟同學講 你不要去管他這 像這個四個住詞出現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拆解 你不用管他 もや 不確定的 也 不管有也好 沒有也好 也就是 地上的所有的東西 都怎麼樣 被 白色的天 那個 沉默的 感覺 緊緊包住 這個就是 典型的日本 下學 那個 樣子 安靜的無聲 可怕的 安靜 那個就是 這樣的感覺 你看 人家寫的多好 這樣的句子 讀起來 多有感覺 也就是 雪白一片 然後 安靜到 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個就是 這篇文章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這樣的文章 讀起來 很輕鬆愉快 不像剛剛那些句子 你讀起來都會卡卡的 所以這個 大概簡單 標明一下 雪 我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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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被 hör listener 要 新 海 海 蛭 這邊都可以省略喔 這個可以省略 趴一打一 可以省略 三個地方可以省略 這個就是我們把文章題變回口語的 一個 兩個 三個 省略掉了 這個是KEL的劇情可以省略 一 足語可以省略 對項目O可以省略 讀起來完全不會有問題 變成更口語 所以我們在讀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是我怎麼樣把它轉換成口語體 怎麼樣轉換成文章體 通通是可以的 老師可以請問一下 他那個Auto Cara 是比較易靜的感覺嗎 是 從後面接著後面一直接去上來 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這樣的感覺 這個味道很好 然後那個Nanimo Camo 那個Camo是 或許嘛 它表示不確定 不管什麼也不確定嘛 不管什麼也不確定嘛 也就是告訴你 Nanimo Camo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什麼也 自己寫不出這種 對 我們寫不出來 謝謝老師 讀的不夠多 就這樣而已 還有你看 這個也是寫得很漂亮喔 你看這個也是 類似剛剛那個句子 你看 他用這個 一字二字と 蛤丸が闇のナガオマウ 這個很簡單的句型 同學看喔 有沒有 ノナガオマウ 對不對 一隻兩隻 你在這邊就不能翻一個兩個馬 一隻兩隻螢火蟲 在黑暗當中飛舞著 你看 一隻兩隻抖 一隻兩隻抖 這代表什麼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アドカラアドカラ 這個用一字二字都 就是 出來一隻 兩隻再來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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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一直出來的意思 也就是 螢火蟲滿天飛的感覺 這就是意境 知道嗎 所以這個也是很厲害喔 ソノジユノ 一字日子 用這一種用法 ガ怎麼樣 月空 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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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路水 每一顆 每一顆 日子就是每一個每一個嘛 對不對 每一顆都怎麼樣 有月亮 住宿在裡面 閃閃發光 你看寫的多美 看了你都会觉得 为什么人家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句子 写出那么迷人的意境 这个就是笔法太厉害了 刚刚同学讲得很好 我们不太会用 像这个都不太会用 都这个字才是关键 一个两个又一个两个 他在讲的是这个 因为我从不知 不会只有一只两只而已 一出来就是一堆 就在那边黑暗中飞舞着 所以这个就是陆水每一颗 都有月亮反射在里面 你看陆珠多少颗 那样的感觉美得不得了 这个下次再介绍给同学读 这个作者的作品 超级有意思 就是 老师 很有意思 刚才那个可以把它想成是 那个 月亮 就是倒映在路珠上吗 是啊 就是这样 他用树表示月亮住树在水珠里面 每个水珠里面都住着一个月亮的感觉 他用树写的真好 这本书推荐同学看 阴阳师梦枕模的 他的作品描写情境绝美 这个推荐同学看 他总共有16本 你可以找任何一本来读一读 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很美的句子 这后面还有 这个等下次再跟同学讲 因为刚刚同学问到这个 我就顺便去 我本来 好的句子要给同学练习欣赏 好 等一下 因为有同学问到问题 我说可不可以再次解说 可不可以再次解说 可不可以再次解说 像解析像小孩子一样 这一个 好 这同学注意 因为 这个地方 子供是小孩子 看起来的意思 第二变化加太 这个字就是 所以他要等于什么 这样来的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这样了解吗 好 这个同学提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台湾的学生常用错的 那是跟什么 这两个字 经常搞混 你带比较单纯 看有看 想看 这个翻成中文就是 看起来像 那是似乎好像 Poey也是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要记住 RASI跟Poey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RASI是应该有而有 这个记住 就是应该有而有 政府待会再解释 那Poey呢 Poey的话 是不应该有而有 是不应该有而有 好 什么叫做应该有而有 比如说 大人的样子 他是大人 而有大人的成熟样 这是正面的 正面的 正面的讲法 才可以用 那个 RASI 了解吗 等一下哦 正面的时候才用RASI 所以你看 Poey是负面的 RASI 是负面的 RASI 是正面的 也就是说 身为一个大人 应该有大人量 就是 身为一个大人 却带有孩子气 这是负面的 RASI 是负面的 批评 RASI 是应该的意思 这个跟这个 完全不搭yac RASI 就是应该怎么样 应当 他应该是有钱人 通常前面加名词 这个东西前面都是加名词的 RASI跟Poey要特别注意 RASI 是 你是大人 就应该有大人量 那个就是RASI 你是大人 却带孩子气 或者是孩子 太过成熟 那个就是Boy 负面的 全部是Boy 这个就是我讲 应该有而有 跟 不应该有而有 这两个字 差异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样知道 RASI 是正面的 应该有而有 Poey 是负面的 不该有而有 这样记就可以了 刚刚 HASI 就表示 应当是怎么样的意思 跟RASI 没有关 这样了解 那个 学生 就应该要念书 学生 勉強 勉強 する はずです 就是 你就是应该要念书 这样的用法 可以直接加 那个动词 没有关系 动词原型 你把它当名词来看待 一样 不会有问题 可以吗 刚刚同学问的 那个Codomo 这样可以听懂吗 告诉我一下 可以听得懂吗 可以 谢谢 好 再跟同学确认一下 下个礼拜 如果想要继续参加的同学 我会开一个新的账号 那同学有要的人 你就私底下私讯我 说老师我要继续上课 一样费用 所有都跟之前一样 十次就这样收费 那慢一点再交 没有关系 不急 我先统计人数 再说 这一次 我就原则上 不严格限制 多少人数 因为不会影响到同学的权益 基本上 私讯课 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只是想要 交会更多人 就这么简单而已 可以吗 那今天上的内容 同学如果有问题 你回去一定要尝试看看 我待会会把整个PPT 我上次应该有贴了吧 有 有嘛 同学再把那PPT里面 后面还有练习的 拿出来 再练习看看 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这个一定要练习 要自己练习 然后你转不过来 我后面也有答案的 你转不过来 看不懂的地方 你就拿来问 没有关系 可以吗 可以 よろしい吗 よろしいですか 他には何か ご質問が ありませんか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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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